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圣徒们 距离夏季修炼会还有五天 大家准备得怎么样了呢 是天国的宴席 我们的修炼会为了 为了感谢为修炼会辛苦付出的所有的工人们 感谢道高院长每天引导我们 现场定期单一大稿会 更感谢引导教导教育和恩高聚会 及恩科幻网会的主任牧师 从某个角度来看 主牧师肩上的胆子很重 但他把一切都交托于父神 完全凭着信心和爱带领我们前进 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 不仅是在本教会 全国 全世界 都非常关注和期待这次的修炼会 通过修炼会神将大大得了荣耀 并以丰盛的祝福赐给每一位私募的人 在剩下的时间里 希望大家更加好好准备 无论是通过现场 还是通过机星 广播 网络等 参加修炼会的圣徒们 都能在神的恩典中 得到神所预备的丰盛祝福 下面进入正道 亲爱的圣徒们 今天引用耶稣在 马太福音第25章中提及的内容 以主托的话语为题 一起分享恩典 这是主耶稣与门徒 在最后晚餐前 与门徒们所讲的 有关末时的话语 耶稣带着救世主的使命 来到这地上 在正直善良的父亲 父母照顾下 度过幼年时童 并常常与神交通 在属灵上明确地知晓 父神的旨意 十二岁就在耶路撒冷圣殿 坐在教师门中间 一边听一面问 凡听见他的 都吸气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 虽然只有十二岁 但足以用话语 警醒聚集到圣殿的人 耶稣的智慧和身量 并是神和人色喜爱 他的心都一直都一起增长 在这种环境下 熟肉的父母和良善家庭的气氛 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可以知道耶稣 熟肉的父母约瑟和玛利亚的性品是这样 在逐渐家庭之前 未婚的情况下 童真女玛利亚通过天使得到 你要怀孕生子的消息 虽然作为童真女很难理解 但是通过天使知道 怀孕的秘密是和神的旨意后 立即顺从 玛利亚说 我是主的使女 愿情照你的话语成就在我身上 如果动用一点点熟肉的意念 就不容易顺从了 如果约瑟知道会怎么想呢 周围的人会怎么看我呢 他没有一点这样的想法 因为在那个时代 如果犯下接引罪 就会被石头砸死 尽管如此 玛利亚因着良善的忠心 阿门顺从了神的旨意 约瑟又如何呢 知道订婚的玛利亚怀孕了 约瑟不愿明明地羞辱她 想要暗暗地把她羞了 比起自己 约瑟首先想到的是 玛利亚的立场 所以没有声张 本可以追究玛利亚 但她却没有这样做 约瑟考虑到 玛利亚可能会有别的原因 所以没有声张 只想要暗暗地把她羞了 因约瑟是个义人 所以才能做到这一点 约瑟正思念这事的时候 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 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约瑟醒了起来 就遵从主使者的吩咐 把妻子娶过来 只是没有和他同房 等他生了儿子 给他起名叫耶稣 由此可见 他们二人是极其敬畏神的人 他们都不先考虑自己的立场 而是先考想到神的旨意 由此可以推测出 在养育耶稣时 是以什么样的心来服侍耶稣的 耶稣在善良政治的父母照顾下成长 所以他经常可以在神面前默想祷告 耶稣度过青少年时期 到了三十岁 作为尼塞亚 开始了他的事工 从那时候 耶稣就开始传祈祷来 说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护照了门徒 凡所遇见的人 都给他们传播了天国的福音 用话语和全能的做工 警醒了沉睡在黑暗中的人们 人们渐渐相信耶稣所传的天国福音 也开始接受 也开始感受到耶稣是怎样的人 耶稣告诉跟随他的人 自己带着什么目的来到这地上 和末时将要发生的事 并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打开鼠灵的眼睛 领悟神的旨意 心地善良的人 开始领悟神的心 相信神 直到耶稣被定在施加 也一直跟随到最后 并亲眼目睹了主复活的主 也看到了升天的主 因为相信主 按照主的嘱托 进行祷告 得到了圣灵 开启了圣灵时代的到来 圣灵的做工 即使对耶稣有误会 或被熟弱的意念所困惑的人 也能赐给领悟真理的恩典 圣灵的做工为我们 恢复所失去的神的形象 提供了原动力 在听话语或祷告时 也给予我们领悟的恩典 读圣经的时候能够理解神的话语 并想起所学习的属灵的知识 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 因为圣灵参透万事 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 如同此话语一样 圣灵是帮助我们的灵 祂帮助我们成就属灵的成长 圣灵的做工一直延续到今天 使我们都能成为这蒙福的主人公 这时间通过话语 都能得到得蒙圣灵的恩典 奉主的名祝福大家 正如前面所说的话语一样 今天将以马太福音 第二十五章为宗星 以主托的话语为题 一起分享恩典 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是 耶稣在第二十四章中 讲述主降临和世界末日的征兆后 告诉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心 预备主的到来的话语 大致可分为三个段落 第一是关于心服端庄 装扮的话语 第二是担当使命的话语 第三是有关基督徒的信心和行为的话语 为了更加理解 用比喻将智慧的人和欲作的人 忠诚的人和懒惰的人 义人和恶人做了对比 一目了然地表达出来 下面具体地来查看一下 第一通过十个童女的比喻 怎样进行心服装扮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一到十三章中 有十个童女的比喻 他们是等待新郎的心腹 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 五个是聪明的 刚开始很难分辨 谁是聪明的 谁是愚拙的 当新郎 持宴的时候才知道 深夜他们都打盹 打盹 睡着了 半夜有人喊着说 新郎来了 你们起来迎接他 那些童女就起来 都起来收拾灯 愚拙的对聪明的说 请分点油给我们吧 因为我们的灯 摇灭了 聪明的回答说 恐怕不够你我用 不如你们自己到 卖油的那里去买吧 他们去买的时候 新郎就到了 那预备好了的 同他进去做席 门就关了 区域的童女 随后也来了 说 主啊 主啊 给我开门吧 他们 他却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不认识你们 随时聪明的童女 随时欲卓的童女 通过现实 完全地显露出来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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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给 咱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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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聪明的童女 谁是欲卓的童女 通过现实 完全显露出来 区分聪明和欲卓的标准 相信大家都知道吧 通过是否准备好灯油 就能判断出 谁是聪明的 谁是欲卓的 这里的灯油 属灵上代表着祷告 意味着圣灵充满 新郎是主 十个童女 亲父 是所有信主的圣徒 就像有油 才能点亮灯一样 对于信主的圣徒来说 只有与神的沟通祷告 才能点亮 属灵的灯 得到圣灵的充满 才能分辨世界 以善圣恶 不会遇见试探患难 任何的熬炼 都能以感恩的心通过 如果没有祷告 信心就无法成长 变化和生命 也是通过祷告 发现和领悟 当神看到我们 依靠兼智的意志 努力时 神赐下恩典和能力 以及圣灵的帮助 而使我们得到变化 这就是神耕种人类的公义和爱 也是属灵世界的法则 也是为什么要得到圣灵充满的原因 如果没有圣灵的充满 即使听了话语 也无法领悟 心里也会很困苦 与更新变化的距离 也会相顺去远 所以礼拜时间 打盹 有杂念 对属灵上的聚会 也感动无趣 感到无趣 在听话语的过程中 动用鼠肉的意念 在不理解真理的 在不理解真理对我们 是有益处的情况下 以恶的心随便论断 即使劝勉这样的人 他也不容易领悟 当有人劝勉时 比起感谢 首先感到的是不悦 因一心想要推卸责任 就会说出埋怨和不满的话 这一切都是因为没有得到 圣灵的充满而出现的现象 就与江山的灯火属 同一类型 那么属灵上要想天充灯油 得到圣灵的充满 应该怎么做呢 一 如果是停止祷告的人 就应该重新开始祷告 找回一切可以祷告的机会 一起赞美 即使祷告一句 两句 也会体验到 通过祷告神所给予的恩典 二 如果没有 如果没能以忠心献上祷告的人 那么就要集中于祷告的内容 详细地祷告 而且中间中间 还要用话语来对照自己 祷告 几个例子 有恨的人 那么就要认识到 这是属仇敌摩格撒旦的属性 在做工 因为这是将本应属于神的意念 让给了仇敌摩格撒旦的结果 因为这不是圣灵的做工 所以要重新警醒 悔改汉人的心 不能只考虑自己的立场 使其合理化 给自己判高分 约伯在认为 自认为义的时候 因无法发现自己 所以也不能悔改 一旦领悟到神的旨意后 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是因为成就了能悔改的器皿 所以要找出 为什么会恨对方的原因 改变这种想法 因这种不悦的意念 没能以宽容的心 眼望对方 眼望对方 误会对方 就会有不悦 委屈 恨的心 所以要通过祷告 具体的悔改 离弃不悦的心 和意念 这样就会产生 想要解决 根本属性里的恶的意志 恨的属性 非常神奇 作用到神奇的程度 再怎么好的关系 如果不符合自己的利益 就会有恨的心 只是根据情况 恨物的对象不同而已 如果没有恨 就不会有不悦的心 这都是恨的属性 如果没有恨 就不会有不悦的心 因为寻求自己的利益 缺乏理解 和赦免人的心 才会出现 所以要承认自己 最终是因为 缺少爱和善 所以不能宽容理解 神说要爱你的仇敌 也要善待他们 咒诅你们的 要为他祝福 凌辱你们的 要为他祷告 会有想要去掉 对方眼中刺的冲动吗 神却说 先要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母 才能看得清楚 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有人强比你走一路 你就要走二里 但现在的我是怎么样呢 带着恨的心 是去不了好天国的 因为天国没有反转 是永远的生活 如果因为有恨的心 就不能去更好的天层 那该有多冤枉啊 因为没有完全 离奇恨人的心 比起对方 进入相对低的天层 当然在天国里 没有委屈 也没有猜忌和嫉妒 看到对方成功 反而会感到 会产生尊敬和敬仰的心 这就是天国的美好 神说 凡恨他弟兄的 就是杀人的 你们晓得杀人的 没有永生在他里面 总不能这样继续杀人吧 到现在应该警醒 都能警醒了吧 这绝对是不可能忽视的事情 一边思考这些 一边祷告 就不会再有困意了 也不会重复祷告了 反而会想 反而会生出 想要快点离析着汉人的心 思目改变的迫切 更加 思目改变的 心愧更加迫切 理解和原谅时 好像很吃亏 所以就要放弃吗 这绝对是不可以的 磐石 灵 全灵 我们眼望的新耶路撒冷 翻山越岭 我们到了这里 直到主再临 必须带着这种 要解决恨得罪性的 迫切感 会怎么样呢 为什么呢 别说是新耶路撒冷 连三天城 连三天城也都进不去 就连信心的磐石 也都不是 没能得到圣灵充满的理由 另外就是 因为与神之间有罪强 放任最强不管 是绝对不可以的 应该马上悔改 如果讨神喜悦 圣灵就会想 圣灵就会想起 要悔改的内容 拆毁与神之间的罪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每天晚上 但一地祷告的时间 就是蒙福的机会 感谢一天神给予的恩典 寻求神的国和义 虽然可以为了 成就新约而祷告 但活顾一天 如果有神不喜悦的地方 还可以悔改 以福所书四章 二十六到二十七节 生气却不要犯罪 不可寒怒到日落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补 为了不让魔鬼撒旦装空子 不可寒怒到日落 祷告就是与神沟通的方法 是维持圣灵充满的方法 所以绝对不是积累 悔改 所以绝对不可以积累 悔改的事情 有人在祷告的时候 不能仔细祷告 不能仔细悔改 而是草率地祷告说 神啊 我做错了 请您赦免我 如果有神不喜悦的地方 用主的宝鞋洗净 这是不行的 一定要做具体的悔改祷告 例如 求神赦免我的不平不满 骄傲的心 赦免没能与人成就和睦的心 我愿更加以感恩和谦卑的心 服侍所有的人等 求神来帮助我 应该这样的祈求祷告 代表祷告的时候 本应该各自悔改祷告 却要代表全会众祷告的情况 但一是要知道 圣经中任何地方都没有用不悔改的饶恕 因此在做宗宝祷告的时候 没能得到神的喜悦 求神赦免 赐给悔改的心 用主的宝鞋洗净 赐给喜乐和心灵诚实 做礼拜的能力和恩典 在诸祷文中也有 赦免我们的罪 如同我们赦免人的罪的话语 现在开始不再恨恶对方 赦免对方 所以能大胆地求神赦免自己的罪 如果我们心里不能饶恕弟兄 那天父也不会饶恕我们 如果珍惜悔改 就像东离西有多远 他叫我们的过犯 离我们也有多远 你们的罪虽然像诸红 必变成雪白 虽红如丹眼 必白如羊毛的话语一样 如果悔改 拆毁最强 就会得到圣灵的充满 得到结出异果的喜乐 因喜乐 感恩的心 还会得到圣灵的充满 使徒行传三章十九节 所以你们应当悔改归正 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 这样那安恕的日子就必 从主面前来到 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 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 以致得救 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 就是在成长 为了属灵的成长 必须要悔改 不断成长的 信心不断成长的时候 就会能感受神的恩典和祝福 帖萨罗尼加前书五章二十三节 愿赐平安的神 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 愿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 得盟保守 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 完全无可指摘 主的再临 也意味着耕纵人类的做工结束了 主会未得救的圣徒们 在空中举行七年的婚宴 主是新郎 我们作为心腹参加婚宴 七十路十九章九节 凡被请赴高阳之婚宴的有福了 参加婚宴的人都将获得永生的 将得获得救赎和永生 没能进入主婚宴的人 很遗憾会留到这地上 将经历七年的大患难 虽然有十脉岁的救恩 但我们绝对不能进入此列 这就是要时刻保持警醒的原因 准备灯油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成完成的 正如主所嘱托的话语一样 愿我们大家都能像五个聪明的同你一样 做好灯油准备成为主美丽的心腹 第二个嘱托 就是通过银子的比喻告诉我们 担当使命的重要性 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四到三十节中 有这样的内容 天国好比一个人往国外去 就叫了他的仆人来 把他的家业交给了他们 按着个人的财干给他们银子 一个给了五千 一个给了两千 一个给了一千 就往外国去了 过了许久 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 和他们算账 那领五千银子的 又带着另外的五千来 说主啊 你交给我的五千银子 请看我又赚了五千 主人说好 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 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那领两千的也来说 主啊 你交给我的两千银子 请看 我又赚了两千 这领两千的仆人 也同样得到他主人的称赞 二十三节 主人说好 你这良善又忠诚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这二人不但得到他们主人的称赞 还得到了进来享受你主人快乐的祝福 那领一千的仆人也来了 但他却和前面的两位仆人得到的结果完全不一样 不但没有拿银子去做买卖 还把一千银子 埋藏在地里 把原来的银子拿给他主人 还说出他这样做的理由 说 主啊 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 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 没有散的地方要收敛 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 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 这仆人不但没有理解主人的心 还误会了主人 甚至论断主人 所以没有去做买卖 也没有结到果子 其结果受到了主人的责备 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到外面的黑暗里 在那里必要哀哭怯耻了 这就是又恶又懒的结果 在教会里 根据每个人的属灵才感 为拯救灵魂的工作赋予许多使命 这里属灵的才能是指信心盼望和爱 信心盼望和爱成为属灵才能的理由如下 一 因只有信心才能确信 并大胆地传播福音 为进入天国而努力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难关 都能凭信心通过 只有对天国有盼望 才能仰望赐予天国奖赏和冠冕 为神的国努力尽忠 属灵的爱是担当使命的力量 因为没有属肉的 就可以在真理中用善和爱 来服侍所有的人 彰显神的荣耀 教区或宣教会的组织 所有部门都会根据这种才能 赋予使命 关于拯救灵魂的教会事工 都直接或间接地紧密相连 有使命就是祝福 虽然因为资质少 但也给予使命 即使资质不足 大部分都会掩望 以后成长的可能性 急于使命 革联内心属灵上的尽忠 一定要经历发现并离弃自己的过程 通过这过程成为有能力的工人 在组织里担当使命 需要扩大器皿的情况很多 要扩大器皿 就要理解和包容各种各样的灵魂 所以内心的器皿只能扩大 为了包容理解他人 都需要我们扩大器皿 当属弱的属性受到刺激 或得到力量时 就会发出恶 因此在理解行恶的人的同时 还要懂得分辨真理 得到引导他们走向属灵的力量 当这样做的时候 多方面都会一起成长 这样的人就会成为 比喻中所说 拿两千银子五千银子 知人所得的才能 这就是使命的祝福的原因 知道使命祝重要的人 连一个小的也不会忽视 以宽厚的心担当使命 虽然有时因某些原因 熟肉上不能一起担当使命 但在属灵上会以祷告成为后备力量 所以无论在哪里 都会合而为一成为大的力量 这样的工人 即使看不见他们做工 但也能成为很大的力量 作为工人绝对是 绝对不能做结党分营的事 赐予的使命是要各肢体 邪心齐力 发挥协同效应 提升效果 但如果成为绊脚石 会怎么样呢 因自己的属中意念 提高嗓门 多说无用的话 就会打破和睦 稍有不慎就会被撒弹 稍有不慎就会被撒弹控告 打破秩序而使自己遇到困难 真言二十六章二十节 我缺了财就必熄灭 无人传舌 增进便止息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成为 传舌的人 隔离内心 兼当使命 是发现自己的捷径 也是发现并补助 天充不足的好机会 我们就会因有生命的话语 圣洁的福音 所以更是如此 只要不忽视或回避 下决心就可以 全然换人一心得到变化 再给圣徒们讲一个能够检查自己的方法 在做礼拜 祷告 与圣徒交通或聚会等属灵的活动后 属灵上会留下多少印象深刻的东西呢 如果一点都没有 就要检查自己是否在参加属灵的活动 如果乘坐了属灵的潮流 肯定会留下印刻深刻的话语 内心深处得到属灵的恩典 领悟的话语成为能力 得到迅速的改变 所以过去生活的过程中 要有属灵的产物 才能使信心成长 发现和领悟 决断和的果子 就像齿轮一样紧密相连 这就是公众人类的奥秘所在 使我们喜乐充满感恩 事项不断增加 在这里 有没有人认为自己 没有什么职份或使命呢 即或不然 只要是相信主的人 都有作为神子女的使命 作为神的子女 通过真理得到变化 散发出耶稣基督的心香 起到光和盐的作用 这就是我们信主之人的使命 传道 侍奉也是一样 这样做的时候 自然而然 就会有职份 也会赐予使命 亲爱的圣徒们 一想到拿一千银子的仆人 就会很心痛 但另一方面也会这样想 即使得了 得到了一千银子 只要理解良善主人的心 充分发挥才能 尽最大的努力担当使命 最后也成为又赚了一千银子的人的话 是否会听到 你这良善又尽忠的仆人 这样的称赞呢 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呢 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这就是主耶稣 愿我们能够成为这蒙福的主人公 像我们所说的 主托的话语 第三 第三 主托的话语 是有关行为的方面 31到46节 通过绵羊与山羊的比喻 教导我们义人和恶人的行为如何 结论就是恶人要进入永乏 义人要进入永生 主托我们作为相信神的圣徒 要成为义人的内容 34到36节 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 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 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 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因为我饿了 你们给我吃 渴了你们给我喝 我做客旅 你们留住我 我刺身露体 你们给我穿 我病了 你们看顾我 我在监力 你们来看我 一人惊奇 问主说 主啊 我们什么时候 见你饿了给你吃 渴了给你喝 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 留你住 或刺身露体 又给你穿 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 或在监里来看你呢 一人从来没有那样做过 因为没有见过主口渴 给喝的 关在尖里来看主 因为没有这样做过 所以才这样问 这也是可以看出 一人真实的一面 这是王回答他们说 第四十节 王要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把这 你们 这些事你们 既坐在我的弟兄中 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即使不是对王做的 尽管是对弟兄中的 一个最小的做的 就是对王做的 因为主的爱 无论对弟兄中 一个最小的身上 所做的事 都如同坐在主身上 如果用 如此真诚的爱 来救济弟兄 就如同我们 为主做一样 以后也会得到 极大的称赞和奖赏 因此 不仅是主里的弟兄 就连周边 饥渴沐浴 受伤的灵魂 都以奉主的心来 服侍他们 因此 主耶稣在 马太福音十章 四十到四十二节 这样说 人接待你们 就是接待我 接待我 就是接待那 猜我来的 人为先知 接待先知的名 接待先知 就必得 就必得先知 所得的奖赏 人因一人的名 接待一人 必得一人 所得的赏赐 无论何人 因为门徒的名 只把一杯凉水 给这小子里的 一个喝 我是在告诉你们 这人不得不得 奖赏 这句话提醒了 我们应该 以怎样的心 对待主内的弟兄 接待以主的名 做工的门徒 就是接待主 接待神一样 根据 以合众心态 接待 就会得到 相应的奖赏 因为门徒的名 把一杯凉水 给这小子里的 一个喝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人不能不得 奖赏 这是以主的名 去接待主仆人 或 这是以主的名 去接待主仆人 或主内的弟兄姐妹时 都如同 都如同 荆轲玉律般的 接待指南书 41节以下 被分类为 如山羊般的人 警醒分辨的话语 网友对那左边的说 你们这被咒住的人 离开我 进入那为魔鬼 和他的使者 所预备的 永活里去 因为我饿了 你们不给我喝 不给我吃 渴了 你们不给我喝 我做客旅 你们不留住 你们不留我住 我自身露体 你们不给我穿 我病了 我在监力 你们不来康顾我 他们惊讶地反问 回答说 主啊 我们什么时候 见你饿了 或渴了 或做客旅 或吃身露体 或病了 或在监力 不伺候你呢 他们自己 也没有见过主 如果看到了 也会像一人一样行动 这是不诚实的表现 即使看到了主 也真的会这样做吗 是否会计算 如果对我有意 才去做呢 四十五节 王要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 你们既不做在 我的弟兄中 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 被分类为绵羊和山羊 恶人和义人的根据 是什么呢 是心灵的差异 一人的行为 不会先去计算 而是自然而然的 带着爱心去做 实际上善良的人 也不会根据环境 如何而行善 所以既是行善 也不会刻意地去纪念 因为他们善待周围的 所有人 不会偏见任何一个人 但恶人 具有想要展现自己 并得到认可的属性 所以会计算性地去行动 所以记忆也很好 行贿的人 连日期都会记得很清楚 甚至场所也都记得很清楚 山羊 恶人 山羊 如同 如果看到主人恶了 渴了 会想到我 会想我 当然会恭敬接待了 但只是根据自己的利益 自我合理化罢了 据说天国里有一本记录人 一己一动的记录本 他把每个人的生活都记录下来 包括细小的话和想法 连内心的记录 都能通过影像 可以观看 如果说 如果是彰显 彰显神荣耀 和值得纪念的事 那么其中包括天君天使 欢欣赞美 敬拜神的场面 也都会出现 耶稣出生时 在这地上虽然是简陋的马厩 但属灵的空间 却有无数的天君天使 在一起敬拜赞美神 联想此场面 就能理解这段话语的意思了 下周 是圣灵充满的修炼会 大家是否期待呢 我很期待 行善的人 行善之后就不会进 就算对方不记得 即使对方忘记 曾经所给予的善行 以恶报善的也没关系 就算得到帮助的人 背叛也无所谓 因为当初行善的时候 对方得到了力量 问题得到了解决 这本身就是感谢的条件 只是希望那个人能更好 不会随便评价 那个人的好与坏 神会根据天国里的记录本 里面记载的行善之人的行为 给予奖赏 不会因为没有人知道 就不会 奖赏就会消失 要知道我们所说的每句话 都会被记录 马太福音12章36节 我又告诉你们 凡人所说的闲话 当审判的日子 必要聚集共出来 马太福音5章23到24节 所以你们在祭坛上 献礼物的时候 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愿 就把礼物放在坛前 先去同弟兄和好 然后再来献礼物 神希望他的子女都能像主一样 拥有一颗毫无瑕疵的心 在这方面 石头保罗是怎么做的呢 他的方法在 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中 这样记录了 所以你们 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 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同时他还告白说 自己的一切行为 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节 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 是蒙神的恩才成的 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 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 这原不是我 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 他告白说 他所有的行为 都是寻求神的荣耀 为主付出的所有辛苦 都是靠神的恩典才能战胜 虽然比众使徒格外劳苦 但这不是他自己能做到的 都是靠神的恩典成就的 因这样的忠心 即使遇到小子里的一个 也会让人感受到 他是以主的心去服侍的 绵羊和山羊的比喻 就是主耶稣对我们的 宝贵的训会的话语 作为基督徒的我们 应该怎样的行为 来荣耀父神呢 通过主耶稣对我们 主托的话语 愿我们都能成为 像绵羊般一样的义人 下面说结论 今天本文话语 马太福音15 25章13节 所以你们要警醒 因为那日子那时辰 你们不知道 在人出生生活的期间 通过人类的耕纵 成就圣洁 全家尽忠 这就是讨神喜悦的过程 也是主耶稣的十字架 打大爱和圣灵的做工 为了改变成为 神真正子女的时间 为了能够正确地 乘坐这属灵的潮流 万民一直到现在 都没有停止过 因元老牧师的牺牲 献身和爱 一直流淌在万民 这是不变的真理 从创世开始直到现在 父神不变的心 我们期盼着今天比昨天 明天比今天会更好 这也是我们 这也是我们不断努力 前行的理由 即使元老牧师 现在不能和我们在一起 但这对于我们来说 也没有什么不一样 在这地上 虽然不能再相见 却能成为我们 下定决断的时间 为了成就属灵的成长 我们没有停止 向圣洁前进的脚步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情况下 也是如此 同时我们发现 信仰生活中 周边的环境和气氛 固然很重要 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 相反 不想要的环境 反而会成为 发现属肉的自己的条件 成为改变自己的恩典机会 怀着见父的 见主的盼望 和见元老牧师的盼望 细心的行军从未间断过 我们和唐会长 一起承受着属灵的急流 回想这些年 给我的话语 因为我在地方 所以近距离 见唐会长的机会并不多 只是在教坛相关活动 或管理人员会议上 见面而已 但每次见面都会很感动 感觉到在真理中 毫无偏见地对待每个人 非常的感谢 在真理中 圣洁的福音里 能够做到这一点 真的很感动 我们是守护福音的真理 以更深的善和爱 成就的教会和圣徒 今天引用马太福音 第25章的话语 以主策的话语为题 一起分享了恩典 第一主策的话语 就是准备灯油 做好心腹装扮 在圣灵充满的恩典 成就圣洁的心 第二属灵的才能 根据信心 盼望和爱 担当好所赐予的使命 第三在行为方面 成就像绵羊般的艺人 无论器皿的大笑 无论做任何事 都能以善和爱来成就 亲爱的圣徒们 我们现在生活在末时 我们的主 想起我主 对我们的主策话语 让我们能接触这宝贵的 真实的果子 希望大家都能成为这 智慧的圣徒 不要灰心 也不要失望 在圣灵的帮助当中 让我们各家的向着天国 而不断的前进 通过修炼会 大家也要得到很大的祝福 这样我们就像太阳一样 能发出光来 在新耶路撒冷 能得到神的称赞 就像这智慧的五个童女一样 对我也好 我们圣徒也好 我们走出条路的 所有的神的子女 都要得到神的恩典 爱和平安 奉主的名 祝福大家 思考今天的话语 一同做祷告 优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